大家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標題說的是Dating a tall girl is the hottest thing ever 你跟一個高的女孩交往 那真是最近最砰的事情 The hottest thing ever 那這裡的Dating是交往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這裡 先原PO寫點什麼 所以他自己本身22歲 五尺九寸 五尺九寸大概是178左右 可能還沒到180 那他最近開始跟一個女生約會 那511大概應該就180了 我猜有了 好anyway And I have absolutely no regrets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後悔 他覺得超棒 I have never dated a person who was taller than me before but here I am I love tall women 所以他從來沒有 在這之前從來沒有過 所以他用了一個是現在完成式 事實上我覺得他用過去完成式會更好 所以他從來沒有跟一個 比他高的人交往過 before 但是here I am 我正在跟一個高女生交往 I don't think I could ever date a girl shorter than Mina 我覺得我不再能夠去跟比我愛的女生交往 以後都要走高的路線 聽起來蠻屌的 我們來看看下面的人怎麼說 It's nice My wife is taller than me I highly recommend tall women After dating short women Only downside is when you piss them off They'll put your stuff on the top shelf 這裡打錯字 Just jokes on her But jokes on her I bought a step stool 她說很棒 她老婆比較高 然後她就highly recommend 就是高度的推崇 推薦高的女生 那在她跟女生交往後 她推薦高女生 唯一的downside 所以這個downside就是缺點 她說唯一的缺點就是 是什麼呢 When you piss them off 當你把他們弄生氣了 They will put your stuff on the top shelf 他們就把你的東西放到最高的層架上 最高的 But jokes on her 這邊這個片語 OK Joke 多半the會拿掉 OK Joke is on somebody 這樣子 那這要表達是什麼呢 就是 你以為你整我了 對我 就是你整我 然後對我做了什麼事情 You played a prank on me 之類的 但是沒想到 好笑的是你自己 這樣子 因為這個 可能這個joke 你仔細想一想 想通了 你會發現 事實上被整的是你 而不是我 之類的這個概念 所以要是 你今天整我 然後後來 的確反彈了回去 我就會說 哈哈哈哈 jokes on you 這樣子 所以這樣解釋大概夠了 所以她說 她的老婆 會把她的東西放在很高的層架上 但是 jokes on her 事實上 沒整到我 笑話 掉回你身上 為什麼呢 因為她買了一個 step stool 後面的人有 更 那個很虐的一些笑話 這個step stool 的概念是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那種小梯子 是兩階的那一種 step stool ok stool這個字一般來說 我怎麼按成reply的 step這個字一般來說是 那種矮凳子 或者不見得是矮凳子 我們有時候講bar stool 這個字就是做霸台的那一種 高凳子這樣子 那多半是沒椅背的嘛對不對 所以一般有椅背的東西 我們叫chair 那霸台上的沒有 所以它就叫做stool 那矮的當然也就叫做stool 我們有時候吃麵攤的時候 那種矮凳子 尤其吃那個叫什麼 台南蛋仔麵之類的有沒有 那那種我們做的就叫做stool 可是stool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人的大便 你知道怎麼差那麼多 可是就是這樣 小朋友驗那個腦蟲還是之類的 要拿一點stool到學校去繳 那個就是stool這樣 ok大便 那這個step stool就是 就是你可以踩上去拿高東西用的 step stool 這樣library也可能會看得到 所以這個可笑的是 好笑的是它 因為我買一個step stool 就沒事啊你整不到我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下面的人怎麼回答 好你看step stool what are you doing 你買這個幹嘛 你在幹嘛 他在問什麼你知道嗎 你再看下去 he's getting stuff down from the high shelf 他只是要從很高的shelf 拿東西下來啊 你怎麼問他在幹嘛呢 what are you doing step stool 又一樣問類似的問題 don't kick shame 好 yeah 這邊在講的是 你必須要懂他們在笑什麼東西 你買step stool幹什麼 因為他們在想的是 哈哈 他老婆整他把東西放很高的地方 蛤 jokes on her 我買了一個step stool 然後幹嘛呢 我來上吊自殺 你要整我是吧 我就死給你看 所以下面在笑的是這個東西 ok希望你有看得懂 好啦 Alright Anyway 來我們再往下看 I have always loved tall women shame being 5'8 basically gets me automatically disqualified 好 所以 他一直喜歡高女生 但是很遺憾的是 it's a shame shame這個就ok啦 在這邊講的是 如果你講說it's a shame的話 不是說什麼事很丟臉 it's a shame就是一件事情非常遺憾 很可惜 可惜他自己5'8 5'8大概跟我差不多 175上下 我是號稱175 但現在老的應該逗Q了 所以因為他5'8 basically gets me automatically disqualified 所以我5'8 所以自動來說 我就等於是不合格了 因為他認為要比5'8的高不多 放屁的多得很神經病 Keep living the dream my dude I'm rooting for you 所以Root for誰的話 就是我替你加油 Root for誰誰誰誰 加個somebody好了 something也可以啦 ok 所以就是替誰加油 Alright 所以你繼續活吧 好繼續這個 live in the dream 把這個活出你的夢吧 這樣子 I'm sure you'll find your taller tall queen 我相信你會找到你的人生中的這個 高高的女王 Just keep looking Alright 所以這邊有個tall queen 是這種矮的男生想要找的高的女生 他們就叫tall queen 那有沒有short king 有 下面就有看到 ok Alright 呃 Yeah 這個可以 我覺得這個是我特別想看的一篇 所以我剛剛前面先走過一下 好 他說not necessarily 這可不一定呢 那你不一定找不到比你5'8還高大 I am six 6 foot 所以他自己本身60高 and all the men I have dated have been roughly6'5 所以他所約會過 他所交往過的男生 大概都 roughly6'5 6'5 所以你看我讀這個數字是直接把兩個數字讀出來 我不會講說6 foot 5 inches 不需要 直接6'5就可以了 像我剛剛講5'8 I am 5'8 就可以了 好所以他一直都沒有交往過 比他矮的男生 直到until I dipped out and moved to a new state all along 直到他突然間搬家搬到一個新的那個 美國的新的不同的州這樣子 2 weeks I was lonely AF就是as fuck 所以 所以 形容詞 AF 或者副詞也可以 應該是副詞 應該是要形容詞 副詞大概不行 呃 我想像不太到 副詞 也不是不可能真的 好這邊先不扯這一個 但總之這個AF就是as fuck 他的意思就是 什麼什麼事情超蛋的跟什麼一樣 這樣子 什麼事情他馬的跟什麼一樣 這樣子 OK 像例如說今天無聊到跟什麼事的這樣子 I was bored as fuck 這樣子 好 那這個電影很好看 The movie was fun as fuck 所以什麼什麼as fuck 這樣 好 所以 他搬去的地方兩個月 然後他寂寞的跟什麼一樣 She was lonely as fuck And this dude asked me out 這傢伙 好 約我出去 He's five five on a good day 好笑 所以他五十五 我笑的不是五十五 他強調的部分是on a good day 什麼叫on a good day 你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有高潮起伏 所以我們講說on a good day就是 狀況不錯的時候 今天狀況不錯的時候 我是怎樣 今天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是那樣 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講說 他狀況好的時候五十五 身高還有狀況好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句蠻好笑的 說實在 不過如果你真的很講究身高 或許這的確也是事實 你可能昨天睡了多一點 今天有拉高一點點 昨天沒睡多少 可能你的身高還真的少了一公分之類的 不一定 所以總之 five five on a good day 那我們這裡就可以再補充一個概念 就是 如果今天你聽到那個人說 It's one of those days 就這樣一句 這用在什麼地方 這就是 我們剛剛有講on a good day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些天是不好的 那就是 那些不好天的其中一天 所以要是你今天跟我打籃球 結果你這個三分線 平常省準 今天怎麼投怎麼不進 我就問你說 你怎麼啦 你怎麼今天都不進 你的回答就說 It's one of those days 那這就是答案了 就今天不太準 今天是我的off day 今天是我的不準日這樣 所以今天狀況不太好 所以總之 你大概懂我一次 It's one of those days 好 OK So I didn't know anyone and although I don't date your guys 所以他那時候 不認識任何人 那雖然他有一個policy 就是他不會跟 艾德人交往 His smile was amazing 但他的微笑很棒 and his cocky swag got to me 而他的一個這個東西呢 真的打動到他 打動了他 So if something gets to you 所以這個 something gets to somebody OK 就是這件事情真的打中他這樣子 那他的cocky swag是什麼 cocky這個字 不要把它想成真的跟雞雞有關 cocky就是很臭屁的概念 cocky 那swag這個字 就是行為舉止 媽的很屌那一種 你想像一下我們那種 台客在走路那一種 那個就叫做swag OK swag 所以他的cocky swag 真的打中他 I figured if nothing else I was about to make a cool ass friend 所以他就想啊 如果今天什麼也沒有結果的話 總之我還是能夠交一個很酷的朋友 OK 所以如果今天什麼也沒成 那也沒差 反正我交到一個很酷的朋友 So I figured if nothing else I was about to make a cool ass friend 所以這裡的cool ass friend 三個字走在一起 cool ass就是很酷 加一個ass與助詞這樣子 So we dated for 18 months 所以他們交往了一年半 And although we split 雖然我們分開了分手了 He's still one of my closest friends 他還是仍然是我一個最好的朋友之一 我覺得這樣真好 Oh and he still loves it When I wear my heels That put me right at 6'5 所以他也非常愛 當他穿他的高跟鞋的時候 然後讓他高到了6.5這樣子 So oh and he still loves it When I wear my heels That put me right at 6'5 A 4 foot taller than him 所以整整高了他一個foot 一個foot就是12寸 12寸你乘2.54公分 30公分左右應該是 OK He makes me feel Feel like the hottest chick ever to walk the earth 所以他讓我覺得 我是地球上最辣的女生 所以這個男生給了他很多自信 Also just to note 另外再多跟你講一件事 The sex was hands down the best I ever had 所以跟他做愛是他人生最棒的 And I've had some god damn good Some damn good love input on me 而他這一輩子 也真的沒做過 沒少做過很棒的愛 但是這個跟5.55傢伙做的是最棒的 Hands down the best I ever had And I have had some damn good loving put on me 所以他用了一個很特殊的方式描述 做愛這件事情 So some damn good loving put on me 所以有一些很棒的loving放在我身上 Yeah OK So now現在怎麼樣呢 I no longer have a type 所以他不再有一個很固定的 他要的菜是什麼樣 所以沒有一定要65或幾尺 或多高了 65很OK I no longer have a type And IDGAF IDGAF 然後 How tall you are 所以什麼是IDGAF 非常容易把它寫出來 就是 I don't give a fuck How tall you are 我猜不管你多高 沒有一個type的 總之 有chemistry 兩個人會click 那就沒問題了 好所以這一篇是我覺得這一整個post裡面寫的最好的一個 Alright 好 我們需不需要複習一下 好很快啦 來 downside就是缺點 他說唯一的downside就是他 老婆會把東西放很高的地方 然後他就會拿一個step store來自殺 沒有啦開玩笑他沒有OK 他就可以拿得到 所以他認為這個東西 哈哈哈哈 jokes on you jokes on you 這樣子 Alright 所以stuart這個字剛剛特別講了好幾次 stuart 矮凳子 或者高凳子 總之就凳子 沒有一倍的那一種 If you say something is a shame 這個事情是很可惜的事情 It's a shame Root for something 就是支持什麼東西 可以沒問題 多半是somebody You root somebody 好 對支持他 你就support嗎 Yeah OK same thing talking short king 我們剛剛好像持續沒有看到short king 相信我啦 有就是 Alright 然後一個什麼什麼as fuck 好 剛剛看過很多次 she was bored as fuck 所以就跟一個無恥無的人出門 然後就交往了 Right On a good day 就是要是今天狀況不錯的話 On a good day 狀況不錯的話 狀況不好 你可以用整句話來說 It's one of those days Yeah It's one of those days Alright If something gets to you 表示這件事情有打中你 這樣 所以他說剛剛講這個人的 Cocky swag Cocky swag Sure IDGAF I don't give a fuck 今天講好多fuck 抱歉 好啦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